尽管加拿大为抵制新冠病毒传播而实行了边境限制,但在3月21号至8月23号期间,仍有大约140万人乘飞机抵达加拿大,并另有超过100万人通过陆地交通工具进入加拿大,其中不包括提供必要商品运输的卡车司机。 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说,上述数字由加拿大边境服务局CBSA公布,这些数字表明尽管疫情期间出入境人数急剧下降,但仍然有过境人员流动。 蒙特利尔市魁贝克大学UQAM城市与旅游研究系的研究员Mohem教授分析说,疫情期间的人员跨境流动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3月航班普遍禁飞,造成人们的过境流动大大减少,第二阶段,政府呼吁在境外的加拿大人回国, 并派出飞机分批接回在海外的加拿大人,也有人自己想办法返回,其中包括悬鸟群体。第三阶段,5月和6月,加拿大开始逐渐恢复商业航班。 6月初,联邦政府放宽了对加拿大公民和永久居民的直系亲属进入加拿大的限制,从6月初到6月底,入境加拿大的航空乘客人数明显上升。 现在,加拿大政府把对海外入境者的边境限制延长到9月30号,这些措施中包括来自海外的任何人在抵达加拿大后都必须接受14天强制性隔离。 Mohan教授说,他观察到各个航空公司正在加强努力确保旅行安全,而且提供疫情间旅行保险的公司也越来越多,这些变化将有助于航空业的复苏。 此外,根据联邦政府的资料,由8月1号至18号期间,有超过55班降落加拿大主要机场的航班,发现有乘客对新冠状病毒呈阳性反应。 联邦公共卫生部门没有直接通知可能受影响的旅客,但承认有关旅客可能已经暴露于病毒风险之中。 西街航空于上周五宣布,将由9月1号起规定乘客必须佩戴口罩,如果乘客拒绝,会向客人发出一个正式警告,让其了解必须遵守戴口罩的规定。 西街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西姆斯表示,这些乘客可能被列入禁飞名单一年。 西街公司表示,目前为止,约大约有30宗乘客拒绝戴口罩的情况发生,并且表示这一数字会持续增加。